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想方们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当中典型的断掌 断掌的人是我们讲的非常多 断掌之人是命非常的硬 通常是容易克亲戚 克父母 同时他本人的事业运势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强势 而且事业心非常的强 做事有恒心有毅力 自己立下的目标 他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那么这种双手如果都是断掌的话 这样的寓意就增强了 如果是说出现单手断掌 或者是假断掌的话 那么就会稍微弱一点 他同时在感情方面会稍微好一些 理智一点 他不会他会把这个生活跟事业进行分开处理 不会把事业当中的强势心态带到生活当中 从而影响到婚姻和生活 这个是大小三角 这条其实是很长的太阳线 因为它是从无名指下方延伸到生命线 太阳线的说法我们讲过 太阳线有这么长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有太阳线生命线看见没有 还有智慧线 组成一个大的三角 然后呢 他这个事业线呢 又往上走 穿过这个三角里面去 那么这就形成了大小两个三角 相互牵套 这个财库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财运非常的好 而且是这个不单是普通的好 而且是那种好上加好 锦上添花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他的手型啊 就是手掌偏长 形成这个龙 这个虎鸦龙的感觉 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整体来看 这个感情线比较杂乱 你看这个 这个这么多导纹 而且导纹和横切线很多 有个大的导纹 这感情方面 婚姻方面是非常的不顺利 工作方面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么直的一条 这么直的一条这个事业线 而且没有什么杂文干扰 这个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甚至呢 在事业上能够自己去创业 但是这种人创业需要 有个什么条件呢 他的这个 财运非常的好 但是呢 他的这个生命线整体 还是比较弱 比较淡 有一些横切线干扰 那么好在呢 他内在生命线的内侧 有一些贵人文 跟他平行的 但是这个贵人文呢 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说 这个需要自己去 把这个第一个身体调养起来 身体好了才能去创业 创业是非常辛苦的 那么这是生命线比较弱 从而影响创业的一种 一种特点 财运还是不错的 三宫饱满 三宫饱满 财工 浮工 路工 都是非常的饱满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一些 简单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需要有一些 这个 首相的面相 八字啊 各方面的一些详细的解析 可以关注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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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